大家好 4月13日星期四 雖然今早已出了Patreon 待會在香港財經R 我們先說馬克龍那些壞事 現在又轉了軚 馬克龍又轉了軚 馬克龍取得好後又轉了軚 這些我們待會在香港財經R再說 雖然今早已出了Patreon 但今早早上有兩個話題跟大家說 看到01 大家也可以看看01 或是星島的報道 今早早上 其實是我自己預料的 為甚麼呢? 因為國內的經濟情況相當差 無所不用其極 能夠將香港的錢調上去 就將香港的錢調上去 無論多與少也好 將內地找不到工作的人 即是蛇齋餅種 調得多少就多少下來 今早已說了 一個專才 一個高端人才計劃 其實是拘捕1.46人下來香港 即是9千人拘捕了1萬多人 但問題是 整個大灣區 現在東莞都已經死了 整個東莞都已經死了 你1萬多人是搞不定的 對不對? 那你上山下鄉也是30萬人 對吧? 你整個大灣區也不止30萬人 你整個大灣區也不止30萬人 你整個10倍也不止 無所不用其極 其實現在大家的螢光幕看到這個 我早已預料到 今早早上 香港的財委會已經說了 積極研究 香港的長者醫療券 在大灣區使用 將來長者看醫生 回大灣區 先給大家看新聞 當然有讀者會說 不是吧 老闆主 香港現在很多老人家 已經在內地 你的醫療券在內地使用 都可以的 都情有可原 你首先搞清楚 香港的長者醫療券 其實那個錢從哪裡來呢? 就是香港的庫房 即是香港納稅人的錢 那怎樣呢? 就是給長者 你配眼鏡也有 看癌也有 看醫生也可以 那怎樣呢? 即是說 香港的稅款 用回怎樣呢? 用回香港本地的醫生 如果醫療券可以在內地使用呢? 簡單說句 即是說 將香港的庫房 一部分的錢 用來怎樣呢? 支助了內地的醫生 對嗎? 好了 接著同一時間 內地的那些 今早已經說了 一個高端人才 平均帶1.46個人來香港 但也不夠 怎麼夠呢? 你大灣區那麼多人 即是我們都說過 你30萬上山下鄉 你大灣區有多少人呢? 大佬 幾千萬人 你怎麼夠呢? 所以其實沒有辦法 他現在香港 盡量有多少錢就撥上去 當醫療券可以去到內地的時候 即是怎樣? 即是香港的稅房一部分 本來做老人福利的錢 就調回國內 那是否只是益國內的長者 可以在國內看醫生呢? 不是 你在香港的 很簡單 如果你覺得牙醫 我等十個月不行 你回去看吧 對不對? 有些專科的 你遲早都會發展到這樣 有些專科的 你不看香港 你等得太久的 醫療券沒問題 回去看吧 一定是這樣的 將來的發展一定是這樣的 為什麼? 因為欺負你的老人 你老了 你要靠醫療券 那你沒有醫療券 是不行的 特別是有長期病患那些 你不只是拿藥的 身體有些問題 是專科的 那怎麼辦? 回內地看吧 回深圳 回廣州看吧 那怎麼辦? 可以用醫療券 那麼香港的稅房 其中一部分 本來用在香港老人福利的 那就回了內地 那就益了內地的醫生 但是究竟是否下了醫生 未必 可能是下了黨 不出奇的 一樣要排隊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你慢慢慢慢 一定是這樣走這條路 慢慢慢慢地 香港的老人福利 他不是向國內傾斜 你看他現在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內地的人不斷下來香港賺錢 好了 香港的人不斷趕你上內地看醫生 你連長者醫療券這麼少錢 你都不放過 香港只有多少長者呢? 我們也計過了 200萬左右 是吧? 即是那個路由卡 都是200多萬左右 但是200多萬都可以調整他的命 大家看到今早早上財委會的李夏薇說 積極研究長者醫療券過河 在大灣區使用 所以遲早香港長者 你要用醫療券嗎? 可以 回大灣區吧 香港嗎?可以 排十個月 排二十個月 今早早上 他是處理醫務衛生局局長 即營光木哥 叫李夏薇 回應了 就說明白長者對牙科要求大 但現在對牙科服務的需求大 但人手不足 增加有關服務有難處 內地醫生下來香港 連市都不用考也有難處 你用醫療券在本江看牙醫是不足夠的 我們研究在大灣區就行了 在大灣區就一定可以救醫生了 現在不是在看這樣的事情 勞工界的周小松認為 政府應該修改牙科治療師的職能 讓他們可為成年人提供治療 同時增加相關學額 他說的就比較貼地了 就不是將你引了過去 問題在哪裏呢 問題就是你得到的服務不同 即是說香港政府都是給那麼多錢 一來你長者要回內地 二來你得到的服務不同 內地的質素是不及香港的質素 我講的這句 所以現在你看到他為何立即修改歧視條例呢 你不可以歧視內地人 即是他心裡有數 他知道內地 即是我們平心正氣 以事論事 內地的醫療 某程度上 in general是不及得香港的 特別是專科 特別是專科 當然內地有些醫生很厲害 不過不是服務你的 不是服務一般市民的 是服務權貴的 醫務衛生局常任秘書陳重青就說 政府會因服務需要增加牙齒衛生員 牙科治療師牙醫培訓 這些便是對的 他們說這些便是對的 即是增加香港的培訓 增加香港的牙齒服務員 這些便是人話 但你一見到這個醫務衛生局 基本上完全赤化 一開波又怎樣 行 那我就將香港長者醫療券那些 support了國內 那你回去看看 就是這樣 整個醫務衛生局 整個醫管局 現在那些泛紅寧 那些兜巴聲 那些勞寵謀 已經完全赤化了 有甚麼呢 回內地看看 那我資助錢是甚麼 資助內地 就是這樣 所以呢 掌者 我們就快都是掌者 其實都不用多久 其實都是 十年八年的事 我們都已經是掌者 如果你還要靠他的醫療券服務 那你心理準備 都要回大灣區便可以了 今早早上讀媒的新聞 就說特區政府在過去兩年 免費核酸檢測 最少用了多少呢 84.2億 平均每個檢測是206元 那麼呢 2021年至2022年到 平均大約進行了1200萬次檢測 用了25.8億 那麼兩年總共用84.2億 我幫大家計算了 如果他用84.2億兩年 即是說每日 而每次是206元 即是說每日只做了5萬5千次免費檢測 我估計這個數目遠遠低於最高峰期 最高峰期的時候 一個檢測站 一個檢測站 一天都可以做到幾萬個 那麼當然有些高峰期 有些低潮的 我想84.2億 雖不中亦不遠 亦都不會超過100億 好了 但是問題 如果加上那些驗屎稅 加上那些維蜂 香港每天都驗屎稅 大佬 林鄭那時候驗了多久 是去到十多月才不驗 你想想 如果再加上驗屎稅 我相信過去兩年 香港做核酸檢測 即是還不計算什麼防疫包 口罩等 那些 起碼用了接近150億以上 這裏究竟可以做到幾多年的長者 即是醫療券 我想多到嚇死你 那些錢就是這樣 右邊計算了 如果全程參與的檢測商 即是國內當然 當然 兩年之間就代了6.8億 最後期進來的都是怎樣 都有2.9億 所以整個疫情裡 有些人已經賺夠他一輩子的錢 因為那些錢打開個荷包 放進去 大家可以自己上網搜尋 這些檢測中心 後面是誰持有期 再後面是誰持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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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那些檢測公司是誰 那你就知道 其實誰是賺大錢 賺完錢也不夠 接著又怎樣 連香港的長者醫療券 少許錢 他也保留 最尾就講這個 這個潑水節 上個星期日 就有九龍城潑水節 當日我當然沒有去 即是我們老人家的都走不了 被人潑得暈倒 但我有看回網上的片段 其實有很多鬼 即是外國人的 有幾個洋人 有些薩瓦迪級那些 當時看的 現在所說 警方拘捕了兩個 二十五至二十六歲的男子 其中一個 就是大家看到 螢光幕這個 叫永久的 有報道說 他有少少白黑 他也是一個YouTuber 然後 還好像拘捕了 四男 不知道多少女 但這兩個 一定拘捕了 即是螢光幕這個 紅衣的就是其中一個 我自己在網上看 就不止 即是他所說的 這兩個 向警方射水 即是用水槽射警員 或是TVB的記者 基本上 就甚麼人都射 大量的人射警察 其實甚麼人都有 即是射甚麼人都有 也不只是射警察 也有很多人射警察 因為問題是 這是潑水磁 這是潑水磁 你說是否只是 他們兩個射了很多次 我在網上看 不是 我在網上看 基本上 大量的人 都向警察噴射 甚麼人都有 你說TVB記者 他都不知道你是否是記者 總之 玩而已 大家知道潑水磁是甚麼 好了 當時 當時 沒有動力 為甚麼呢 我在網上看見 有些鬼婆 有一兩個鬼婆 有些沙華哲級 好了 過了 星期日就是9日 這樣 完了 好了 昨天被捕 昨天甚麼時候呢 昨天是星期三 過了兩天 問題是甚麼呢 問題是他們把射警員的片段 剪輯了 然後放在網上 大家營光幕都可以看到 不只是 這個所謂紅色衣服的永久 這個 他是有少少白卡的 如果根據網上報道 但我覺得這個 跟這件事是無關的 應該 大家玩而已 眼看下去 我就不會覺得 他有任何的預謀 如果你說射警員不對 我想你最少可以捕到四五十人 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是潑水截來的 那你應該事先說明 不可以向警員射水 否則就會拘捕你 以及告你公眾行為 即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那你應該說明 現在不是 過了這件事 那些鬼佬鬼婆走了 那些薩華哲級走了 好了 接著網上 咦 原來你剪輯了出來 你剪輯了 其實 如果你看回網上的片段 那兩個警員是走開的 沒事的 面部表情都沒事的 走開 對不對 潑水截 對不對 大家玩得這麼開心 好了 原來 背後應該就是有些高層看到的 嘩 那麼我們警方不是很沒面子 對不對 說被人們放上網 這樣 立刻就說 你們兩個有預謀 拉得 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好了 那麼大家看到 一部分的市民是沒有戴口罩的 那麼現在警方就說 不排除更多市民被捕 一定用這句 甚至有些立法會議員說他們犯了國安法 危害國家安全 有機會他們拿的不是水 有機會他們拿的就是負食性液體 那你不要搞嘛 大哥 是不是 那你就搜過身子才讓他進去 對不對 又不行 為什麼 香港要復償 如果大家看到片段 那兩個警察是沒事的 他就跟著向右邊走開 我看到那個片段 然後有大量這些片段 大家都是照射水槍的 你問我 我不知道這個所謂永久 是不是真的針對警員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網上的片段 我看不到 你說如果他是針對警員 大量的人都向警察射水 小孩也有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跟著小孩 對不對 這就是螢光幕這兩個 左邊拿著大的就是永久 中間還有一個 右邊兩個就是薩華哲級 我不知道他是附近開的泰式餐廳 應該也是 那你如果自己上網看 還會看到一些外國人 那所以問題就在這裡 大家看到這個新聞 被捕的其中一個男子 就是姓曾的Youtuber 據報他有小小白卡 他的頻道叫做Bave Dot Dot 即是永久 簡單說句現在警方就說 這件事有預謀 也危害國家安全 大家看到 涉案人士 別有用心 那就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那你不要搞嘛 對不對 那你搞來幹什麼呢 你應該說明 你就不可以射警員 如果不是我抓你 可以 你說明的 他也射的 那就該抓 第一個 第二個 你們的槍可能有腐蝕性液體 那就搜身再去 那你看有沒有人搞 你看有沒有人去 不會有人去的 是不是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為什麼叫你 就是為什麼不讓你戴口罩 方便抓你 方便抓你 不用上法庭說 你怎麼知道這個人 然後搏一輪 不讓你戴口罩 立刻抓到你 那這兩個 我想就不止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展輯了 然後擺上網 那麼警方裡面 我估計有些人 覺得 哇 警方不是很沒面子嗎 現在他的概念 跟當時快必一樣 當時快必是怎樣 你罵了幾百次黑警死全家 其實當時香港 那麼多人說 黑警死全家 不過怎樣 不過你說了幾百次 所以你被抓 他現在一個 就是同一個理論 每個人都射警察 不過你射了很多次 這些是概念嗎 這些都不是罪證 如果你告他公眾地方行為 你預先買定一支稅槍 然後入定稅 那你有預謀 都可以 那你怎麼叫別人參加公眾活動呢 如果這樣 你是不要搞 對吧 我的點是說 雖然他有少許白卡 我聽有些YouTuber說 但是我不覺得跟這件事有關 所以大家參加公眾活動 你自己想 其實 甚麼都有可能發生 跟著五一的遊行 我也不知道 這些大家收拾了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待會再出香港財經校 好嗎 香港財經校再見 拜拜